泛岛快速公路下午发生车祸 三人送院治疗 民防部队下午12点50分左右接火通知 指泛岛快速公路朝大市方向 靠近明蒂米亚路出口处发生车祸 目击者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一辆轿车翻覆四轮朝天 多辆消防车和救援车到场支援 警方说两名年龄介于25至55岁的男子 以及一名七个月大的女婴被送院治疗